各位高价值Gentlemen X 早安欢迎收看 今日的高价值早餐 目的就是达到出一个最有魅力 最聪明的你 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 真男人不怕痛 我们很多男人在做决定时 衡量的基础往往是 眼前的痛苦的违避 大过于收获成功的长期耕耘 我自己就经历过 完全不懂股市运作的父亲 自以为是什么股神投资家 结果投资失败 好几百万血本无归 称如我父亲我们男人 其实不喜欢长期方面的投资 那是需要多大的耐性 及具体来维持多年来的谨慎操作 以及刻意稍有风吹草动 就沉不住气的 任赔杀出的轻取妄动 多数的男人倾向用尽办法 来回避痛苦 他们心里面没有足够的信心 来解决手上的难题 此时此刻我要给你们男人 为了要回避短期的痛苦 而牺牲远期成功的几个例子 你相信吗 身为一个魅力讲师 这些例子也发生在我身上过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份高价值早餐 请按个YouTube订阅旁边的小铃铛 如果你习惯用FB 请按个抢先看 不抢先看 也不按小铃铛的男人 就不用按赞 也不用订阅了 我要的是真正想要自我提升的男人 再次 如果你想要大大提升你的自信 及男人魅力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 GX高价值实体讲座 首先第一个例子 去健身房 把自己从舒适的家里 拉出去健身房真的很不容易 乳酸堆积造成生理上的酸痛 加上举不起来时的心理羞愧 造成你可能从其他人投来的眼光 产生自我否定及怀疑 哦 我不够壮 哦 我是不是用错的技巧 哦 这样子练下去到底会不会有成果啊 哦 为了避免短期的痛 干脆还是不要去比较实在 第二个案例 认识新的异性朋友 你上去攀谈之前挣扎的痛苦 以及你攀谈后 可能会遭遇到打枪的痛苦 实在太难忍受了 大部分的男人 其实渴望认识新的异性朋友 也觉得他们应该要如此去做 无奈的他们 就是无法克服紧张 鼓起勇气 因此还是待在舒适圈 避免被拒绝的风险 第三个案例 处理职场上以及伴侣间的冲突 处理冲突也很痛苦 因为在这当中你往往需要勇敢 并且清楚地表达立场 许多男人不愿意也无能力来面对冲突后 被破坏的职场和谐 或是埋下伴侣两人之间日后决裂的伏笔 第四 看牙医 光是想象去看牙医这件事 就足够唤起人心中深处的恐惧了 电钻的声音 消毒水的气味 以及嘴上在安抚你但行动毫无怜悯的牙医 呼呼呼 第五 创业 想创业的人其实不在少数 但愿意操劳奔走的却是少数 什么意思呢 成立一间公司其实一点也不难 拿出一点钱买一些办公室的用具 拿出证明跑一点深情的流程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问题是许多人并没有先前做好市场调查 没有经营计划 没有近 中 远期的目标 没有具备经验的顾问 如此导致成功率似乎是零 我理解构思经营计划肯定不是轻松的 而且往往是累人的 但你可能会从中发现你的idea其实很瞎 或者是是不是早就有别人这么做了 素不清的人告诉过我 他们想要搞翻试也或是承诱些什么的 但违逼的心态混淆了他们的判断 以至于被未来的仇报 不值得眼前的痛苦这种说法说服 因此每件需要被完成的事情都无限的拖延 倒被遗忘 最终平庸度过一事无成 我强烈的建议你往后退几步 用不同的框架去看待这件事 长期来说对你有什么帮助呢 画出长期下来的报酬会帮助你理性的去看待短期的痛苦 而不是一碰到冲突就逃避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用以上的几个情境来做比喻 首先第一个情境 去健身房会短期的痛苦 但你撑过酸痛以及别人的眼光后 体态变好看之外 整个人时时充满以前未感受过的能量 你甚至还会开始自发性的健康饮食 因为你肯定不想要浪费掉你努力健身的成果 第二个 认识异性会带来短期的社交紧张尴尬或是恐惧 但长期下来它会医治好你社交方面的焦虑 慢慢的不再害怕面对自己曾经最害怕的情境里 你想想最惨跟最好的情形 最惨你被拒绝 但你依然还是得到你下次行动更熟练的宝贵经验 最好呢 它变成你未来的心爱女友 这样不是很好吗 第三 正向处理职场中的冲突 可以帮助你画着工作环境的张力 你的主管说不定看到后心里还替你大大加分 正向处理伴侣之间的冲突 或许会给这段关系带来风险 但藉由理性的沟通以及深入发现问题的核心 说不定反而能改善原本已经在走下坡的关系 第四 定期做好牙齿的检查 长期下来其实会帮自己省钱 除此之外呢 最划算的是 你在短期的痛苦只维持30分钟 这总比你牙痛连去30天还好吧 第五 在你获出去一本资金之前 确实做好市场调查以及营运计划 虽然过程一定会很漫长 但可以为自己省下不少钱 以及大大的降低失败的风险 所以这一集的高价值早餐的重点就在这边 用眼前的痛苦换取以后大大的收获 是达到创业永续经营 以及良心关系成功的不二法门 就是今天开始 停止逃避拖延那些需要完成的事情 出来面对 我可以给你保证 30、60、100天之后 你会非常感激 勇猛、顽强、坚韧、不拔的自己 一天的开始之前呢 我喜欢带着各位回到当下 所以接下来的10秒 专注在自己的呼吸 以及你周边的环境 不要担心未来 也不要后悔过去 单纯的专注在当下 听着自己的呼吸哦 准备好了吗 闭上你的眼睛 开始 开始 感受應該很棒吧 當你感受到龐大的壓力 所以花十一秒的時間回到當下 如果你喜歡這份高價值早餐的話 請在以下留言 我是GX 我不怕痛 我是GX 我不怕痛 記得每個工作天的早上 六點多會有份高價值早餐 等著你幫助你成為一個 又聰明又有魅力的高價值男人 各位Gentlemen X 今天上班就好了 Go and be somebody